我一丟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怡婷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今天請來華信頭顧弘一君 紅老師老師你好 主持人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蘋果未來將採用OLED的面板 相關概念股投資人應該要怎麼看比較好 老師 我相信在去年 蘋果推出了iPhone X 其實他採用的 就是在OLED的這樣的一個產品 那其實在去年 在推出他當然 可能比較受到廣泛的一個贊同 就是在畫質 這部分包括色彩非常鮮明 所以在未來這個地方 傳聞可能在蘋果會採用 在LED這樣的一個產品 但是問題來了 因為這個產品 其實在8成是掌握在三星的一個手上 那 ROG這個地方只佔兩成這樣的一個產能 所以這個地方 都是控制在這兩家公司 所以說 在蘋果這個地方 當然 他跟三星的一個關係 所以說 肯定是有 那也是敵 所以說這個地方的一個 蘋果要提提升 提升到一個市占率來講的話 那其實這個地方 蘋果也 可能要去三星化 但是要去三星化的話 那其實 其實沒這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產品 是掌握在三星的一個手上 所以在蘋果最近 他秘密的在我們台灣的農攤廠 這個地方 其實他是在這個地方秘密進行 研發了MicroLED 那其實說 這個地方他整體來講的話 那如果說以 iPhone的一個組裝廠 那當然是在紅海 但是在比較關鍵 在OLED的比較關鍵的 這種零組件的話 那其實是在台灣 那台灣有兩家公司 一家叫做帆軒 一家叫做達韻 其實他們是金屬 的遮罩 那也是FMM 這樣的一個產品 其實這是一個 在LED裡面的 比較關鍵的一個材料 那這個是掌握在台廠的一個手上 但是這兩家公司 他是 這個地方來頭也不小 為什麼 因為一家是紅海 的一個入主的公司 叫6196的帆軒 那另外一家是友達的子公司 叫做達韻 那其實說 最近在市場的傳聞說 未來在蘋果會 前面的去採用 OLED的這樣的一個消息 其實 這兩檔股價 他已經事先做反應 那這個地方當然最大的組裝廠 在紅海 那紅海入主帆軒來講的話 那其實我們6196的一個帆軒 我們可以去觀察說 現在股價已經領先了大漲的一段 所以 以帆軒目前是在高檔做一個震盪 如果投資朋友 這個地方去介入的話 那你要去考量是在 整個量能的一個部分 畢竟說他不像友達 不像說紅海這個地方 可以大量進出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說 在整體當然是在母公司 那這個地方 那 遺址母為貴 所以未來如果說這個地方 蘋果採用 所謂的一個台廠的一個關鍵的一個 零組件來講的話 當然繁星 未來各位可以去做注意 那2409的一個友達 那其實最近友達 那當然 在股價部分來講的話 他是持續性的一個震盪整理 但是 在答應的部分 他還在一個低檔的一個位置 位置點 所以說 在目前 如果說 那蘋果要去三星化 他會拉攏台廠的話 那當然最有機會的 就是在 紅海的子公司 這家叫做帆仙 那友達的子公司 叫做答應 那同學們可以做一個注意 但是在進出的一個同時 各位也要注意 整個量能的一個變化 所以在未來的一個趨勢 這個地方能夠去掌握 那才是真正的一個贏家 那我相信如果說 前面去採用OLED的話 那我相信這種關鍵的零組件 未來 他也有可能 呈現一個缺後 這樣的一個狀況 同學們可以多加 注意這樣的一個動作 好 謝謝洪老師的分析 也別忘了加入洪老師的LINE AT 接下來請收看 一分鐘看台股 以目前的一個盤石來講的話 其實在整個大盤 受到國際消息裡面的一個影響 非常的大 所以在國際的一個訊息 那當然會影響到外資 對台股的一個進出 所以最近我們看到說 在外資的一個部分 對電子三雄 這個地方不是在賣就是賣 那其實我們看最近 你看台積電 又呈現一個賣超的動作 那鴻海 大力光這個地方要呈現一個買超 所以你看到這三檔 三檔 蘋鈣 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其實外資的目前 他的一個進出 其實 在整體來看的話 那時好時壞 所以這個會影響到整個大盤 他的一個走勢 當然台積電在這一波跌下來 是否能夠在守住222塊 這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鴻海守穩的 在80塊 那大力光的所穩3000塊之後 那台積電現在又面臨一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考驗 所以台積電 這個能不能守支撐點 那當然在季線這個位置 位置點 那是否能夠有守 那也是可以做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觀察點